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人类的命运到底好不好 然后这个命运假如是不好 是否可以改变我的命运呢 今天我不是讲个人的命运 我是讲到整个人类的命运 说全人类的命运到底好不好呢 然后你的回答是什么 好像不太好 对不对 好像有很多的困难灾难 这些世界的动乱还有战争等等 好像人自该就要受苦吗 这是人的命运吗 我想你很想知道 那我希望在短短的一个钟头里面 能够把上帝对我们这个提案的回答是什么 到底人类的命运好不好呢 那么我只要从两个地方的圣经来跟大家解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地方就是从《创世纪》的一章到三章 第二个地方是从《以乎所书》的一到三章 那你说 哇 牧师啊 这么多我要怎么吸收得了啊 不要紧 把你们看作高材生好了 看看上帝能够借着短短的时间 给你一个启发 给那个挑战说 OK 我要想知道到底人类的命运如何 所以我大部分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会讲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人类本来有的命运 第二个问题是人类现状的命运 第三个问题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 人有新的命运 第四 有了新的命运以后 你要怎么样来活着这个新的命运 这四个问题 那看你的吸收率如何了 那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 到底人类本来的命运如何呢 在《创世纪》一章到三章 给我们这个解答 说人的命运本来是顶好顶好的 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是创造宇宙的神 在创造生物当中 当然一切是他创造的 他特别造了动物 这些生物当中 他特别造人 造人的时候他造的不同 有什么不同啊 我们跟动物有什么不同 当然不同了 我们人有两个不同 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说 神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 神照着上帝的形象来造人 哇 形象是什么 是上帝的本质啊 他的本性啊 就像上帝有很多很多叫做神的属性 很多属性我们不能都有份 但是呢有三个上帝特别放在我们里面的 这个叫做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 人有上帝的形象 就是他的特性 公义 圣洁 慈爱 这三样你都有 我都有 本来有的 公义是什么 对就对 不对就不对 分别善恶叫公义 对不对 第二 圣洁是什么 厌恶罪恶 不喜欢罪恶 不喜欢肮脏 喜欢光明不喜欢黑暗 这是本性嘛 对不对 第三 有上帝的慈爱 人有测影之心 你看 这一次的战争 一呼吁世界 大家都想要帮助 帮助 有钱捐钱 没有钱的就亲身去帮助 很多医疗方面需要的药等等 这个叫做人本来就有慈爱的心 所以我们一起来说 在我里面有上帝的形象 形象是神的公义 圣洁 慈爱 你回去的时候慢慢思考这三样 你就知道 真的我有这个 我看到不公平的事我会讲话 我不会说去犯罪以后说 遇犯罪遇高兴 遇犯罪遇高兴 不会喔 犯罪以后心里很难顾 我会想说我为什么要去做人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公义心 好 除了这个我们有神的形象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人有上帝的灵 就是上帝的生命 在创世纪二章七节 人有上帝的灵 灵是什么 灵是生命 我们一个人有灵魂体三样 灵跟神来往 魂跟人来往 就是我们的感情意志思想 体跟世界来往 这三样合起来叫做一个人 所以我们有神的灵 灵是永恒性的永远的 不会因为短暂的人生而满足 人死了以后 总相信有一个还有要去的地方 对不对 不管你有没有路可以到那地方 总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永远的地方 就是因为你里面有灵的永恒性 所以记得喔 两节圣经一定要记着 1章26 2章7节 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灵的永恒性 但可惜上帝虽然把我们创造的这么好 原来创造的时候可以跟神来往 然后在伊甸园上帝创造好美好美各样的享受都给你 但是上帝主交代一件事 有一颗事你不要碰 这个事会使你违背神 但是呢 离了中心就是我们射箭的时候 那个中心那一点target 中了中心才算有分事嘛 你旁边一直射射射也不算分事嘛 所以离了中心就是罪 上帝是我们的中心 我们离开他就被罪所捆绑了 好 所以人就这样违背了神 失去了他原来的命运 你知道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第一件做的事是什么吗 逃避 三章说他就逃避 隐藏 不敢见神 好像暗不敢见光 就逃避 这两个字很悲哀 躲藏 逃避 上帝本来要跟我们好好交往 爱我们的上帝 爱我的创造者 好像父亲爱孩子 但我不听他 逃避就落在魔鬼手中了 所以就违背神而切断了跟神的关系 所以以乎所书是一本非常完整讲两件事 一到三章是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能够有的一切的好处 一切的恩典 四到六章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有了新生命 就要活出新生命 所以只有两个部分 一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怎么样 二就是有了耶稣基督 我们应该怎么样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从二章一到二节来看到说 人离开神以后 他变成怎么样呢 死在过患中 在罪患之中 神就因为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 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怎么样 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事习惯 顺服空中掌权者 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令 当人违背神的时候 那恶者就要带人反抗神的 就来进入人的心里 使他也起来反抗神 所以有正有邪 每个人都愿意依在正的神 不愿意依在邪令方面 但是可惜 人不听神的话的时候 就变成怎么样 跟神的关系就切断了 这个切断的关系呢 在以乎所书二章十一节以下 描示的很清楚 他说我们就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 没有神 就与神隔绝了 这是人很可悲的一个形状 但是感谢神 上帝没有让我们就这样隔绝 这个孩子不听话 不听话就算了 出去不要回来 不是 因为我们不仅是不听话 是被俘虏了 被魔鬼把他们绑住了 把他们抓去了 假如有一天你去市场 那一天市场在拍卖人 不是拍卖东西 以前黑奴是拍卖的 所以也叫拍卖黑奴的市场 但是我今天要带你看的是 拍卖灵魂 撒但已经拥有了人 他听我的话就是属于我的 所以现在是我管的 但是你们假如要他嘛 来我拍卖 每一个灵魂出什么高价 撒但都说不可以 这个不能用钱买的 这个要用生命买 而且他的生命要高超的生命 不是人的生命 是要神自己的生命 你看怎么办 假如有一个孩子被绑架了 父母无论如何会把他救回来嘛 对不对 没钱也要借钱 要把他救回来嘛 这是人做父母的爱儿女的心 自然的 当人落在撒但的手中的时候 撒但说 我拍卖灵魂 但是不能用人的钱来买 也不能用人来赎 只有生自己 创造我们的生 愿意成为人 就是耶稣基督 来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 这个叫做救赎 所以耶稣基督所带来给我们的救赎 哇 在这个第二章写得非常的清楚 最先讲道 把我们救回来以后 就恢复了我们三个东西 一 我们经耶稣基督 用他的生命付作代价 好了 我下来为他们死 就产生了三件事情 这三件事情你要记得 就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然后呢 与基督一同复活 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与基督耶稣一同活过来 哇 这就得救 然后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是重生 第三 叫我们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这个整个生命运改变了 生命改变了 哎呀 借着耶稣竟然能改变 感觉到新生命 感觉到新生命怎么这么奇妙 这就是耶稣要给我们的 他叫我们一同坐在天上 是什么意思 得胜的生活 我们不再被这个撒旦所控制了 我们是胜过坐在天上一样的生活 这个叫做我们命运的改变 就发生在这里 本来是被俘虏的 现在耶稣把他救出来 就使我们得救了 跟撒旦没有关系了 宝血遮盖 跟撒旦没有关系 他不能要求说 这个人是我的 耶稣说 不是 我已经把他买回来 哪里是你的 因为他清楚接受了 耶稣做他的救主 一同活过来 新的生命出来 一同复活 一同活过来 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这三样 就是你今天要 深深地放在你心中的 所以我是一个 命运改变的人 是耶稣帮我改变的 所以我现在 不是在撒旦控制之下 是在耶稣管理之下 不但这样 他又把我们带到神面前 所以请你看 有所二章的下半段 十一到二十二节 这一段圣经好美 一直带你到最高峰 整个被俗的生命 整个改变的命运 是一种往上爬的 往上爬的 是往生静的 所以从十一节开始 到二十二节当中 他讲什么呢 他说我们得以亲近神 本来不认识他的 现在可以到他面前 向他祷告 跟他亲密 然后本来跟神是冤仇 我们敌对他 现在跟他和好了 而且我们可以来到 这位神之外 我们的阿爸父 所以说进到父面前 成为神家里的人 哇 好不好啊 这个命运 不但这样 我们要被圣灵 把我们建造成为灵工 上帝要来住在我们里面 就是圣灵居住的所在 这个叫高峰 从一个被隔绝 从一个被俘虏 得释放 然后与神清静 不再与神敌对 然后不再是冤仇 然后进到神面前 是我们的阿爸父 然后呢 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工作 让我们可慕圣洁 可慕神 让我们能够呢 让圣灵把我们建造起来 像一个灵工 是上帝的圣殿 宝贝不宝贝 这个命运好不好啊 圣洁的神 愿意来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再是被弃绝的 我们不但是不再有冤仇 我们是与神和好 这个隔墙已经辞掉了 可以跟神自由来往 成为上帝家里的人 所以我们叫做弟兄姐妹 是什么原因 我们同样有一位神 同样有阿爸父 感恩啊 让我们彼此建造 成为上帝基督的所在 感谢神你的命运改变了 你的命运改变了 不再是与神隔绝的人 这种命运好不好啊 当然好咯 当然好咯 所以有了这种命运以后呢 哎呀 他就是要你去算一算 他说到过来先告诉你说 你的命运已经改变了 那改变了以后你有什么呢 在以夫所第一章 第一章呢 开始讲到我们有八样使灵的福气 在第一章里面 是从第二第三节开始 说我们感谢神 感谢子耶稣基督的父神 祂在基督里 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 属灵的福气 我们变成猛祝福的人 这个不是改变了命运吗 被咒诅的变成被祝福的 被取得的变成被接纳的 感谢神 这里有使灵的福气 你要不要啊 我念给你听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念 我是蒙简选的 因为基督耶稣 然后成为圣洁没有侠处的 罪人成为圣洁 然后呢 得到儿子的名分 这个好不好啊 得儿子的名分 然后呢 给我恩典 恩典是什么 上帝无条件的爱 叫做恩典 所以说这个恩典 是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 然后呢 蒙救时得赦免 我做我所有的罪得赦免 因为他付了生命的代价来救我 不但这样 我们天上地下 凡事属于耶稣基督的同归于一 天上地下同归于合一 然后上帝还赐给我们基业 基业就是将来要得的永恒的基业 那先给我们一个 基业有凭据给我们 就是圣灵 这是第八个祝福 得圣灵做印记 就是说先给你圣灵 将来你就知道你一定是得到这个永生的 所以把属灵的福气呢 每天起来的时候念一念 属一属 然后主耶稣我感谢你 就是因为你 我今天才有这个福气 我要来享受上帝所给我每一样属灵的福气 有没有感觉你最得圣灵的喜乐 有没有感觉你是做天父的儿子的这种喜乐 阿爸父的孩子 以前做奴隶 以前可能做乞丐 但是这种心态不要有 性质以后是命运改变 就要活得像命运改变的人 你知道吗 我做这个心理辅导 那常常假如你成长的环境 家里一直没有给你一种自我价值 所以你常有害怕的心 那常有害怕的心 就要讨人喜欢 然后很怕得罪人 那不敢讲自己的心话 那么虽然后来可能他结婚了 后来成功了 但是我观察到 假如你过去的影响很大 会带来什么危害呢 我叫做奴隶心态 有时候我叫做他乞丐心态 奴隶心态是什么 就是惧怕的心 怕得罪人 怕这个做不好 奴隶心态 不敢享受我是自由的 在基督里我是自由的人 感谢主 有时候我把它叫做欺盖心态 欺盖心态就是什么都要 人给我就要很想要 不是想要给人 是想要人给你 就叫欺盖心态 而且欺盖心态永远没有满足 就是他成功了 他还是觉得不够 就是他成功了 他也不懂得享受 不懂 不懂 人生假如不懂得享受 好可惜 为什么 人生很短很短 很短 现在虽然你可以长寿一点 一百岁的也有 一百二的也有 最长寿的世界 听说是一百三十四 但是呢 还是有限嘛 对不对 还是有限 在这有限的年路 你要怎么样去享受神呢 去享受神给你的新的命运呢 我最近完成了 每日灵修传道书的录影 每日灵修我用丰盛清泉做题目 在YouTube你就可以看到 刚入完这个传道书 那么你假如去读传道书 它是所罗门王大富有的王 最聪明的王所写的 那里面很多叹息 对人生的叹息 一切都是空的啦 没有用啦 有钱也没有用啦 有很多美女也没有用啦 都要过去啦 叹息 就是你不要忘记喔 它里面有一句话是宠物的喔 你要享受 享受今天上帝在入光之下所赴给你的 享受你的缘期 享受上帝给你的祝福 享受上帝给你的才能 我今天很想挑战 我今天很想挑战你说 你有了这个新的命运 一定要具备承受这个新的生活技能 不要再活得像乞丐 也不要再活得像奴隶 怕怕怕的心里 常常去惧怕 没有自由 不是说我是上帝的孩子 天父是我的阿爸父 没有怕怕的 哎呦 有没有什么邪灵在想要害我啊 有没有人想要害我啊 惧怕心里 上帝告诉我们说 属丁夫妻已经给你啦 每天起来就感恩 上帝啊我已经是你的孩子 哎呀我知道我已经猛救赎了 我不在罪的捆绑之下 我不愿意再去跟罪有关系 这是很愚蠢的 已经从罪切断了 慈意神是光明圣洁的 怎么还要去做跟罪有关的事呢 这个叫恶用命运 转了命运以后是成为圣洁的生命 就不是要去再活在旧的命运里面 所以感谢主 我们在圣灵里面 有这么多的福气等着我们 我们一定要活出在这个新的命运里面 那么现在我就要进入这个第三章了 第三章讲什么呢 第三章就是要讲到 活出来新的命运以后 也要帮助人转命运 一是我们旧的命运 二是新的命运 接着耶稣基督 三是我已经有了新的命运 要帮助人转运 转运 你说牧师啊 我怎么能够帮助人转运 不是你 是上帝 是上帝接着基督 要去转人类的命运 但是你要做什么 要做福音的执事 你要成为一个福音的执事 去做这些事 在第三章里面 讲到奥秘 三种奥秘 一种奥秘说 三章四节 你要知道福音的奥秘 第二 要认知基督的奥秘 第三 要知道上帝的奥秘 奥秘是什么 你知道吗 奥秘就是 不能靠你自己去了解的事 叫奥秘 我们不是说神秘 也不是说奇怪 不是 是奥秘 是真实的事情 但是不是我自己能了解的 那圣灵会帮助我去了解 他说福音的奥秘 你想 福音有什么奥秘 当然有啦 为什么两千多年前死的耶稣 复活了今天全世界 这个福音到的地方就不同 人会改变 社会会改变 世界会改变 这叫福音的奥秘 为什么人只有说我心里相信 我口承认就能得救呢 这不是奥秘吗 太奥秘了 我一生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带人信主 因为我知道说大家都没有信主他的命运太可怜 不管他今世活得多有钱多成功 没有将来 不能回去嘛 灵是死的就不能回天家 所以我最喜欢的就是告诉人 嘿 上帝很爱你 猜耶稣来 你可以跟上帝连线通 你可以感到他的爱你要不要啊 这么简单几句话 他假如呢 不懂了他会听得莫名其妙 什么 你讲什么 我说简单啊 你就是上帝创造的 你本来属于神的 因为不认识神就走歪了 切断了 现在耶稣来替我们死 你的罪就赦免 你就跟神通了 我就问他 你家里几个电话 那现在你电话不太打了 用那个微信 或是这个LINE 好多好多 我也学很会哦 每天都回啦 好多好多信 都是用LINE跟微信回的 有时候你觉得奇妙啊 我怎么写在这里呢 打啦打啦 咚咚 就投到哪里去了 而且呢 没有国界的限制哦 哎呀 为了这个 要来讲这一讲啊 哇 跟田木很多 咚咚 田木啊 要讲什么啊 多少时间啊 多少人会去啊 哇 讲了很多通信 对不对 我就问他 你假如 在家里 在任何地方 你可以跟神 微信哦 你要不要 他说你要讲什么 听不懂啦 哎呀 怎么不懂呢 微信就是 你可以跟上帝讲话了 因为耶稣基督 用保血把我们这个线 连起来啦 而且免费的呢 我家里有好几个 一个一个通信的器具啦 每一个都要付钱哦 对不对 但你跟神来往的线 不必付钱哦 耶稣已经给你架设好哦 主要问你说 要不要 要不要我给你架设一条线 可以跟神 创造你的阿爸父通 你说真的吗 这么简单哦 不简单我就问他 怎么简单 是上帝来替我们死的 这简单吗 不简单 但是他免费的 因为爱我们 因为爱我们 哪有一个父母不爱儿女呢 爱 爱到底 而且永远爱 上帝说 他不会忘记我们 永远在他的心中 他说 父女若能忘记 他吃奶的孩子 我也不会忘记你 你看上帝怎么爱啊 上帝说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用出神爱所吸引你 把你拉回来 感动吗 这个叫神爱 你有这么好的命耶 上帝爱你 他又替你装了天线耶 随时可以祷告 哎呀 在这个以后所第三章 讲很多祷告耶 一开始三章 保罗就是说 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 被仇的 替你们祈祷 祷告 那一条线能通了 而且呢 到了十二节 我们因信耶稣 就在他里面放胆 无惧 信不移的来到神面前 我求你们 不要因我被仇所受的烦难上胆 这是你们的荣耀 他说被关劳的时候写这一封信耶 他说不要以为我被关劳的时候 你们很羞耻 这是荣耀 上帝要献祂的荣耀 所以他在十四节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我就跪下来祷告 哇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巴不得圣灵能够让你看到 你的命是多好 上帝借着基督转换了我们的命 不但不必下地狱 不但将来可以回天家 就在今天今世 你可以经历神的爱 你可以让圣灵在你里面沟通 你也可以跟神讲话 我最喜欢的就是跟神讲话 跟神讲话 福音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 耶稣基督怎么能够来住在我心中 可以跟我一起走这人生的道路 所以他后来说什么 我们这些福音的奥秘啊 就是外邦人 就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 有三个字又出现了 可以同为后世 同为一体 同门应许 刚刚二章不是说吗 一同活过来 一同复佛 一同坐在天上 现在又进一步了 他说 你不要以为 你不是犹太人 你没有 上帝要给犹太人的祝福 他说有 现在你同样是亚伯拉罕的祖孙 同为后世 同为一体 全是在耶稣基督里的 都是同一体的 然后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你也都可以得到 这叫同门应许 你要看上帝给亚伯拉罕什么应许吗 去看《创世纪》十二章 上帝说 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我要使你成为众人万民万主的祝福 万民万主的祝福 要叫你的名为大 你要成为大国 你要使万民万主得福 这个允许你要不要 你的命运好在这里 你无论到哪里 你是上帝家里的人 你是亚伯拉罕的祖孙 你是同门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你都可以有 要不要 你走到哪里 人要从你身上得到祝福 你要不要 你有看到有一些人 危害社会家庭国家的吗 他们到的地方就是惨啊 这叫毁昧性的人 到的地方都害到人啊 因为他不走在正道 但是呢 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 万人万主因你得福 接受这句话吧 这是你心的命运的一个应许 你无论到哪里 你带给你周围的人是祝福 是让他想到神 让他连到神是祝福 而且你为人祷告产生功效 你成为上帝能力的道馆 你为人祷告 上帝恩典就流出去 奇妙的流出去 奇妙不奇妙 我最近看很多这些被神感动 去到偏乡地区传福音的传道人 我再看到他们的简报 哇 好感动 你知道吗 他们到那个偏山的山区地 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得到福音以后 愿意到这种地方去传福音 我们最近有一个弟兄 他是做医生的 他也是受感动参与这种工作 帮助偏远地区的传福音的人 他就去得到他们的消息 然后照相 我帮你们建教堂 我帮你们盖厕所 帮你们传道人住的地方 有的要经过水道 很远这样河流 才能到外面去 他说我帮你们造一个桥 这种工作呢 福音所到的地方就变成这样 他本来是一个医生 他可以好好在美国享受做医生就好了 他不是 他人偶尔去而已 但是有很多租信就进来 他就赶快把这个信 打出去给朋友 所以有这个情况 你们要不要来帮助啊 盖一个厕所 给没有厕所的村庄 打井给没有水的地方 造桥给不能过去的地方 那个桥他们经过水河流 拉着绳子怕被冲走 盖一个桥 所到的地方造福 而且像我们缅甸 有很多的儿童 我最可怜这些儿童 因为穷连学校都不能去 所以我们的传道人 就在这个山区盖了学生中心 最近有一个传道人 他先盖了一间说 牧师啊 还没盖好呢 就已经三十个人 现在因为五十个人呢 怎么办啊 再高一间 都是自己靠信心 然后募款 然后就盖起来了 盖两间 可以收容五十个学生 山上不能下来读书 他就让他们在那里读书 读圣经认识耶稣 最近我很关心儿童 那每天有一个师母 她也是女传道 那我说你喔 现在在做的工作 要做得再深广一点 他我们去租了一个地方 租一个地方呢 每个礼拜啊 来的学生啊 记得满满一百二到一百五十个 你看到那个相片 然后我说 你开始买书来建立图书馆 给这些孩子 他们有书看 昨天晚上 他送给我这个相片 我看了 很好 我说再买多一点 我一百块给他 他就买了好多了 我说再去买 他说买书价一个五十块美金 我说再去买 我说不但你这个地方 再增涩一些 他给我看 那些孩子 看书的喜乐啦 很高兴有书可以看 其中他就采访了一个孩子 十一岁了女孩子 没有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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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穷得连 每天都是很热嘛 穿拖鞋就可以了 连拖鞋都没有 触着脚 那他就 修给我他的相片 我说 牧师这个女孩好可怜 怎么十一岁了都不能上学去 我说你去探访他的家 明天给我消息 到底是怎么样 怎么穷的这个样子 怎么孩子可以不让他读书 连一个拖鞋都没有 先买个拖鞋给他 他还没有给我回 但是我知道他会去做 你要不要成为人的祝福 你能为主做什么 神的恩典在你身上 所以你要把基督的奥秘 福音的奥秘 上帝的奥秘 上帝的奥秘是什么呢 他说从创世以来到现在 藏在神里面的奥秘 神要借着教会把福音传出去 神要借着你这福音的执事 福音的执事就是福音的推广者 传福音角色的人 要做什么呢 要把这一个福音的内容传出去 所以人就能够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 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 上帝的奥秘 藏在教会能够传出去 测不透的丰富 这么奇妙啊 为我死互活 住在我心中 随时随地我可以跟他讲话 他垂听我的祷告 所以呢 真是新命运是太宝贝了 所以他说天上主政掌权的 现在得出上帝百般的智慧 这个百般是各种颜色的意思 各种民族都要来在福音里面 好 你得了新的命运 有新命运的力量 这是这一次这一讲的最高峰 是在以福所诸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 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 不能够详细的讲解 但是你就抓住说十四到二十一节 是我心命运的一个最高点 最高点是什么 心命运啊 可以借着祷告 使我里面的生命刚强起来 按着祂丰盛的荣耀 借着祂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你不但有新命运 你还会刚强 因为圣灵使你里面刚强 然后呢 让基督住在你心里 有根有基的上帝的爱 基督住在心里 使你产生有根基的爱心 你爱主不是衣食的 是有根基的 因为祂替你死 你爱人是有根基的 因为你知道 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体的 有根基的爱 做什么呢 与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 常阔高深 没有一个地方 基督的爱不能到 没有一个地方 基督的爱不能到 无论你多落到怎么生 他都可以到这个地方 没有一个地方 基督的爱不能达到 因为你很高超不是 常阔高深 说不完的基督的爱 量不尽的基督的爱 都要临带我们身上 这是新命运的祝福 基督爱你 基督爱我 耶稣在约翰14章说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哇 这句话宝贝吗 他爱我们爱到 像上帝在爱他一样了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 你们若遵守我所丰富的 就是藏在我的爱里面 约翰14章 耶稣再三地叮咛 你可慕基督的爱 永远在你里面吗 最能感动你的 是基督的爱 最能除去服事主的 是基督的爱 因为你知道像我这种人 基督都爱我来为我死 我怎能不爱他呢 他说假如我们能够去体会到基督是这样的爱我们 然后我们就能够 只要上帝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我们 上帝愿意用他的圣灵来充满我们 最后是最高超新命运的最大的一个牌子 是什么呢 二十节一起念 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 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这个叫做七级神 一步一步的 不但他能做 不但他能够成就我们所求的 还要所想的 还要超过 来完成多么奇妙的神的应许 你这一生有这一个支票 你就够了 也是签了名 你因着我的名 你可以向上帝求 祂能成就 成就就把你完成 你想要的 你想的 你求的 祂替你成全 而且超过我 我怎么会想到说我会做宣教呢 不敢想 因为我胆小 不喜欢旅行 不愿意讲话 好喜欢安静 讲话是勉强的 但是上帝说去吧 我给你力量 不要害怕 有时候你觉得上帝啊 闯福音给人不简单 人家不要听 上帝说尽管讲 做功在于我 尽管讲 上帝能 成就一切 超过你所求 所想的 哎呀 主有这一句就好了 我们要来美国做宣教士 求主给我们一句话 做应许的根据 神就给这一句话 我们就抓着这一句话 上帝你说的哦 能想的你都要给哦 其实现在走过这一个人生 在美国四十多年 回想起来 我怎么有想过跟求过呢 没有啦 我那个时候 只要跟吴牧师来做宣教士 我也没有想过 我还要去读诗 读了五年 读了三间神学院 还完成了博士 还教书神学院三十年 然后呢 还要幕会 还要宣教三件事情一起做耶 教书三十年 幕会二十年 宣教二十五年了 今年 这真是超过我所求所想 老师告诉你 我连想都没有想啦 我真的连想都没有想 但我只有一个心 神啊你要我做的 我就顺服 神啊你要我做的 别人不要做的 但是我清楚是你要做的 我就替你做 我只有这个 这个叫 这个叫 所以我非常简单 一生只喜欢做两件事 一传福音 二造就人 就这样 我最喜欢看到人 被栽培起来 鼓励他 鼓励他 你可以比现在更好 你要不要 你可以比现在更有用 你要不要 鼓励他 他说我可以吗 我说可以 我们的神本来就是 这么喜欢祝福我们的 你拿出来的杯不要太小了 要拿那个大的桶桶 下雨的时候 二战的时候 我们疏开嘛 到那个乡下 逃难嘛 逃难嘛 逃难的时候 那里没有水啊 要靠一口井 周围十几户就靠 我才几岁啊 小学才四年级啊 四年级是几岁啊 十岁左右吧 哎呀我要去弄那个水井的水 好害怕耶 那个水井这么深 哇 那个桶桶的绳子要很 放很长 所以下雨的时候啊 我们大家把那个家里的器具 就拿出来收水啦 连那个锅子也拿出来啦 然后那个最大的盆子拿出来了 然后我就常常问这个信徒 我说 下雨是从上帝来的嘛 无限的 那你要去收这个水 你会拿一个小茶杯酒杯吗 一定不会的 对不对 拿大的 最大的拿出来 今天你有了新的命运 你向神求的 不要拿酒杯啦 不要拿小茶杯啊 要拿大桶的 上帝啊 我知道你是万有的神 你是富有的神 你是祝福的神 谢谢你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是自由的 被救赎的 是上帝的儿女 我靠着你的应许 跟你的祝福 我愿意向你求 使我可以影响多少人 可以带领多少人 可以完成这个圣经 读经 要认真啊 里面要有东西才能喂养人啊 所以这一次你 以乎所书要读很多次啊 以乎所书里面好多宝耶 你去挖宝 哇 这上帝说的 好上帝这个我要 我要我要我要 写下来 然后有时候说不可以做的 上帝这个我不要 我不要 到四章到六章 讲到家庭生活 讲到社会生活 讲得好详细喔 那你就要去读 哇 这么宝贝 一个新的生命 这么宝贝 从第四章开始就讲到说 什么是可以做的 什么不可以做的 他主要说 你有新的生命啊 你要效法基督 然后不要叫圣灵担忧 做的事不要让圣灵担忧 然后一切要凭爱心来做事 然后爱惜光阴 十千宝贝 不要浪费 我鼓励你一个月完成研究一卷圣经 可以做到吗 可以 假如你要 神的话就是宝了 要挖宝 这个新的命运啊 里面有一个新的渴望 我要 我要领受上帝给我的新命运的生命 新命运的生活方式 就是新命运的力量 只要这一生能够怎么样 最高潮在三章最后一节 这是最高潮 最高潮你一生的目标是什么呢 愿神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得荣耀 最终的目标 神的荣耀 神得荣耀 你一切的生活取居 工作赚钱一切 所以福祉都是为了神得荣耀 得荣耀是什么意思 神被高举 神被显出祂的神圣 显出祂的爱 显出祂的光 神得荣耀 人会来称颂赞美敬拜神 神啊 你真伟大 而不是说你真伟大 你做这个事真好 真伟大 不是 让神得荣耀 这是新生命最高的目标 所以最后呢 讲到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所以我们假如做了什么事 彼此就用这句话来颂赞 愿神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Amen 天父感谢你 我们是蒙救赎的 感谢你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原来的命运 做你的孩子是这么好 但是呢 不听话 违背你 你爱我们 下来舍命来救我们 主要今天在会中 假如有人还没有接受你做他的救主 求你感动他们愿意 现在就举手 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 我要他来转变我的命运 成为一个猛祝福的人 就让你接受他们在你面前的觉知 要祝福我们今天所有来到这个会中 参加这个会的所有的兄弟姐妹 已经是命运转变了 但是这个命运没有活出这个新命运的时候 你也改变我们 使我们弃绝这个自私自我中心自我保护 能够彻底地奉献自己给神 来看见神你在这个教会得最高的荣耀 感谢祷告靠子的名 阿们